他是Chris 冠軍刺青師 第一次看到他 覺得他酷酷的 話好像不多 很有態度 有點距離感 相處過後覺得他其實人蠻風趣的 他是Kashoku的MT 作品簡潔不失細節 我覺得這一點跟我很像 MT陣上的刺青都出自於我的好朋友 今天以前從事 能夠遇到一個這麼喜歡刺青的調酒師 我覺得這也很有趣 刺青 調酒 還有威士忌 他們都有著優長的歷史背景 演變至今 還是保留著傳統的靈魂 並以現代的手法加入各種元素來呈現 這杯酒叫Pep5的尋路者 他的意思也是結合了Granfady的品牌精神 不斷追求了對威士忌的探索 對我來說 刺青本身也是一種探索 就像是對身體的極限探索 這杯酒除了Granfady15年為主要機體 前段的香氣以刺青跟水蜜桃的香氣 用來凸顯Granfady15年 使用Solid Lavette所帶出的熱帶水果香蕉 中段則與香草與Granfady15年的 完美蜂蜜交談味做串聯 尾段的部分 以多香果和三椒 來帶出Granfady使用三種統材 調和所帶出的特殊木子雕 與新香料感 並在口腔助於一個麻痺的感覺 跟刺青做一個連結 向著刺青的痛絕 我們後來使用了可使用的植物皮革 我們在上面刺了Granfady的路頭標誌 皮內的部分則以水、煮精 還有煮炭粉來調製成墨水 讓Chris以刺青的手法將味道滲透 然後我們使用刺青使用的人工皮 我們把它來當杯墊 那這個人工皮上面 我們刺了刺青的經典元素 也就是浪 我們以浪來做為杯墊的圖案 那我們這樣子的擺法擺起來 就會變成說很像是路跑在浪的前頭 我希望喝這一杯酒的每個人 都可以有看索的感覺 總結來說就是 結合所有刺青元素與醫生的調酒 那它不只包含了視覺的結合 它也包括了味覺的融合 刺青跟調酒結合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組合 但為什麼